诶,DELTA可以靠空气传播咧 你们还敢出门啊 Doctor Us的Dr. Ng说 有一些人他有选择 of livelihood的时候 他就是more towards 他会特别小心等等 如果他选择life的话 他需要生存啊 有可能他要去blog 他都要去做啊 所以他就不管这样多了 那么如果这些人选择 不要出去 又不会影响 你的心灵上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逼自己出去 不要出去 留在家就好了 更好讲真 但是当然 你讲到DELTA这个关系 因为DELTA不要出去 这样这个概念又不对啦 因为DELTA是一个种类罢了 不代表没有下一个种类了 会不会有Gamma 会不会有Epsilon 会不会有其他的奇奇怪怪的 肯定有啊 有可能明年又有多一个 新的病毒进来的啊 你永远避免不完的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出去 你也不可以去blame政府 或者去blame authority 讲为什么你们开放 Again The choice is yours If you decided to do one thing You must know the precaution and be ready of the consequences 这个病毒呢 我们知道它是会跟我们一起存在的 它不会不见掉的 我们不可以 只是一直想着怎样 live but我们的livelihood affected so病毒是永远没有办法被避免的 它也不会消失 so你们不要再发梦了 如果你要继续留在家 当然很好 但是也不用去骂那些要出门的人 ok 很感谢Doc2U 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 关于Covid的细节和资讯 可以在Doc2U的website Facebook找到 他们也有提供居家的 Covid patient的一些服务 大家可以到他们的这个网址去查询 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Covid patient的